GPK 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虹变化、大刀至先、财富咱们 大家好欢迎到币东GP频道 好,比特币以太坊持续的暴涨 以太已经接近3000了 比特币突破52吧 现在52点2000多 好,那目前的情况该怎么解读 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说你目前没有在车上 没有买任何的货 你是不是慌的一批呢 好,那现在该怎么做 我们来讲一下吧 好 今天是这个2月19号,晚上8点 旁边看一下吧 那整体啊 我们还是先讲比特币 比特币其实 我们今天这个影片 不讲什么短线 我觉得短线这种东西 其实在牛市里面啊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人家是赚大波段 人家赚大肉 你就每天吃一点点 一咪咪吃点小肉很开心 没什么意义 懂吧 要赚就赚大的 这是币圈 我们加入币圈的这个本质嘛 对不对 好 那目前这个位置啊 其实最常问的就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位置 还会暴跌吗 会跌多少 什么时候会跌 会涨到哪 开始跌 好,那这个问题啊 我现在讲一下我 我自己看法 其实整体来说 目前的位置啊 我就讲直白点 我原本 原本其实以前的视频啊 我们都是 一直去重复嘛 像我们之前讲过 因为在这个爆仓数据啊 清算热力图上面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在最大的清算量啊 以比特币来说的话 哪里哪里啊 对不对 以比特币来说 以半年行情来说啊 最大的清算价格是在 3万4 对不对 3万4 还有2万5千多 2万6 2万5千多 这是整盘面目前最大的清算价格位置 那这个价格 你现在问我会不会到 我还是会说有可能到 但是如果说没到呢 你就算完全踏空呢 对不对 那完全踏空 这也是牛市啊 很大个风险 你知道啊 早不上晚不上 一直等 每次跌跌了四十二十八 总觉得还是多跌一点 总是没劲 一路就眼睛看着啊 价格一路涨 找到价格位置 我相信这非常多朋友啊 就近 从2023到现在的写照 对不对 整天跌一点觉得更低 不管哪个位置啊 这边觉得能到2万 对不对 这边感觉双顶了 能继续跌下去 能继续跌下去 总是没如愿 总是没有更深的回调 对不对 你看我们每一段 这种下跌回调啊 这边这段 22%对不对 这段呢 20% 这段看一下 21% 这里呢 也是21% 每一段下跌 大概就是20多% 20多%的下跌 也没有再更多了 那为什么这一轮 大家会一直去担心 有没有312这个事情啊 是因为 离我们这一轮周期最近的周期 就是上一轮嘛 上一轮 有这个暴跌 对不对 有这个暴跌 那因为有这个暴跌 大家认为 诶 这一轮也许跟上次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把 时间线切到这里啊 切到这里 你发现什么 如果说你把时间切到2020年 312发生前 当时的 在上一轮周期怎么样 逐完底了 然后呢 突破 突破 回彩 突破回彩 就一路涨起来 那减半的 减半时呢 减半之后啊 减半当时的价格 到后续 下跌的价格 有跌个27% 再也没更多了 这当时 对不对 盘整完底部之后 就一路突破回彩 中继 突破回彩中继 一路上去 一路走 这种牛市 然后一轮涨完就结束了 那 这一轮呢 当时如果说你2020年入场 19年入场 你会怎么想 诶上一轮是这样走 那这一轮诶肯定 减半期是在 2020年5月吧 对不对 如果减半嘛 那既然5月减半期 那 这边可能就是 诶跟上一轮一样 会怎么走呢 诶可能会盘一盘 涨起来 然后盘一盘回彩 然后有个下杀 然后就直接牛市 对不对 大家这样想 然后就发生了312 那312这个事情呢 是什么 是这个 呃 以前都没有发生过减半期之前 出现这么大的下跌 对不对 这个下跌是基本上 比2016年还要更大 这波看 跌多少 跌了有63% 62% 对不对 所以我要表达重点是什么 当时的312也是史无前例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来看 诶就有两轮比较主要的周期 可以对照了 一轮是1920年的 这个过渡期 一个是1516年的过渡期 对不对 那1516年他就是踩了前高 延续中继 无数个中继就一路涨上去 那20年的话 有暴跌 减半期之前 好 那整体来说啊 你会觉得会有这种升跌 是为什么 因为上一轮发生过 历史上有先例 但是 20年的暴跌啊 发生之前 他也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 我们这一轮如果说 减半期前破前高 那就直接出现一个 史无前例的情况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前高是乱九啊 那如果说 减半期前 盘整 可能盘盘盘盘盘 然后减半期后 又跌了一些 跌了一些跌下来 那是什么 那这是可能 就跟走了跟 什么时候 1516比较像一点 对不对 1516比较像一点 因为他就是你看每一轮就是 走完涨起来 走完涨起来 他就是一轮一轮 对不对 一轮一轮 破前高中继 破前高回踩前高中继 就一路上去 那 那我们这一轮 不论是走了跟20年一样 还是跟 这里一样 我们都只有个结果是一样 最终是会上涨的 对不对 上涨是结果 是必然的结果 每一轮上涨可能都有不同的理由 上轮可能灰路一直买 后续有马斯克一直买 那这一轮是ETF推动 每一轮牛市都有它 推动行情叙事的能力 和它的不同的理由 但结果都是上涨的 它也是会完成在这个周期内做上涨 那究竟有没有这种下跌啊 不知道 对不对 像之前 之前 这个暴流发生前 为什么能割掉很多人 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而暴流完 对不对 杀一波急的 快速的 那这里呢 如果说杀一波急速的 是不是跟上次一样 对不对 几万期之前跟上次一样 那 这种情况发生会怎样 大家已经有准备好了 很多人就因为觉得会有这种暴力 所以没有买 没有买路 或者是 不要说没有买 你可能买了一些没有买满 那真的是满仓持长的不多 甚至很多人是完全没有持长 完全没有进场 就一路看到价格涨起来 然后再等这个下跌 我相信很多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等 因为上一轮发生过 历史上一轮周期 离我们最近的周期发生过这样情况 所以大家会把这个当做是一个对标的一个价值 然后去认为这一轮也跟上一轮一样 但你要知道 发生312之前 我们更久之前周期 它是没有出现这样情况的 这个下跌是史无前例的 对不对 所以 既然已经有先例 就代表没办法割掉那么多人 那 会 是否会有这么深的下跌啊 就要看主力他 有没有这割的必要 对不对 如果说目前上车人都没有那么多 那为什么要割呢 你可能 割下去的人 割的部分 但是上车人又更多了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 所以 如果你从一个 我们最揣测主界的想法 在上一轮周期 有这个暴跌是为了割很多人 对不对 因为历史没有发生过 这一轮如果还要暴跌就要割人 但是因为上轮有这样的先例 导致很多人在等着暴跌 没有买 反而跌了割不到人 懂的意思吧 这区别是不一样 好 那讲了这么多 重点是什么 牛市就是什么 不要踏空四个字 知道 最怕的什么 我们最怕的什么 就是你说他干啥 爆伤了 归零 那这是最可怕的 那第二个可怕什么就是踏空 很多时候踏空比亏钱难受 这应该很多人知道我讲什么 踏空很多时候比亏钱难受 知道吧 那 整体来说都找到这个情况 现在的结果 你还认为牛市没有来 我觉得其实也没必要跟你说什么 我们 关联不一样 我们就不做太多的 也不尝试说服你啊 那 如果说你认可牛市已经来了 那你就好好做多 第一个别做空 然后只做多 然后呢 把这个牛市好好做完 你基本上本金稳稳做个五倍十倍难度不大吧 对不对 先炒主流币 再炒三大币 对不对 炒些杠杆合约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整体来讲目前如果说给我建议啊 我自己的建议是这样子啊 比特币价格已经比较高了 五万二 你再干到十万 十一十一二万了 好不好 十一二万 牛市场十一万 想要接轮到二五二零五年了 涨到十一万美金 涨到这里 你从现在这个价格直接买到到十一万美金 也就翻倍多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买以太呢 以太现在是两千九 你比较高了 我们前一天视频一直在讲吧 就是两千五两千六 有个回答就赶快买 买进 你先确保不踏空 对不对 好你就算现在你买了你追进去了 可能之后会被套可能他之后可能盘一盘再涨再涨一下了可能就往往杀一下 你会被套短短三倍套 但如果说你现在这个位置买了 你不怕被套 牛市你涨到什么八千一万了 你都还是有可以赚 本金两倍的收益什么意思就你可能买一百万可以赚到三百万 你如果买五百万可以赚一千万可以赚两倍本金收益 本金翻三倍 这样的意思 只说到头啊牛市已经来了 不要认可牛市 不要去跟我责论说牛市还没来 那如果说你 到现在这个节骨眼都认为牛市还没来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说的了 但如果说你你也认可牛市已经来了 那其实就是 找位置先不踏空 然后获取收益 因为你现在 你想要等可能跌到一千八百的位置 有没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吗 但是如果说没到的话 你说踏空了对不对 那踏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啊 没赚到钱也是很多的 是吧 所以我们在一个中构之道之下 比如说你想要等个两千两千一两千二 可能有机会合理 两千五 都有机会对不对 找合适位置 先进场 不要完全踏空 完全踏空牛市也是代价很大的 东西吧 好 那 今天说这里啊 整体来说的话 以太啊 最后一句话以太 目前是比比比更好标的 我们参考这个汇率啊 也是处在一个相对低位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以太的汇率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相对低位 看 我们从 0.04905这边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一段 近一千天 三年啊 三年的 相相对比特币低点 低位 这这一区的低位嘛 牛市来了 以太榜 我们不要说什么涨到 可能对汇率涨到0.088 可能比比较12万 以太 不要不要这么夸张了 假设到可能0.088回到比较高的位置啊 牛市回到比较高的位置 虽然我认为大概率啊 他是能够去突破0.088的 相对比特币再走一个新高出来 那以太最终他也是会 超过涨幅啊 会超过比特币情况下 目前 对标结构来说 我们就看最最基础结构 以结构来说 这里 熊市死猫跳的高点 4万8 比特币的4万8 以太哪里 以太在 3000 3.5 36 那以太目前还是相对比较 还处在一个比较弱的位置 目前呢 也还没到3600 对不对 所以以太目前还是滞涨 就还没有相对涨到比特币 当前的位置 所以以太 如果说对标比特币一样的位置啊 他能够涨到哪边 涨到这里 也还有30%涨幅嘛 而且以太他只会超过 不会小于比特币 比特币是牛市的领涨 大家初期比特币上涨 他大家会觉得说 牛市只有比特币能涨 然后后期以太坊 追上 超过了 大家说以太 是会超过比特币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以太开始加速的时候呢 都市场的末期 那目前以太加速吗 没有 所以目前呢 绝对是牛市的初期 牛初期 你找位置 先入以太 以太之后 他一定会涨幅超过比特币的 目前还是落后的 你就知道 以太坊 他是会 一开始比特币啊 他是一个比较快的车 先领先以太坊 以太坊他会追上来 最后再大幅领先比特币 然后最后整个市场带崩 就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过程了 所以目前 以太坊绝对是比比特币更好的 不要利用去买入 那如果说你目前没有踏空 已经踏空的朋友 踏空比特币涨的朋友 就推荐你买以太 先找位置 先录了以太 先录了再说 先录了再说 先确保不踏空 就说这了 好吧 那如果说你就讲 不说点个赞 在群里面我们都有更短线 或是其他分析内容 或是行情解析 包括我们近期都讲到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内容 好的一些策略都给他做 提供 那这边不最初 我们今天还是讲这个牛市的预期 大家先确保不踏空 好吧 那进我的群组你都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个交易策略和交易内容 点击我们的影片下方链接就可以加入了 Discord电话群都是免费的 换一家 所以一家换一家 好 做到这里 牛市 一定要赚钱 OK 给自己个愿望 每天起床告诉自己牛市一定要赚钱 不要踏空 牛市做到2025年 你至少资产 要翻个几倍 OK没做的话你就不是必须人 说到这里 我们 下次见 牛市顺利 拜拜